那个万代对吧 然后他那个万代展台是那样子的 就是他们里面的那个周边都是限量的 就是因为中国就是喜欢那个万代 就是日系周边的人很多嘛 然后万代那边出的都是那个正满周边 虽然是要花钱的 但是在加拿大乡买的那个周边都很便宜 然后所以说就很多就是 就是这边那个中国特别特别喜欢 就是万代周边的就是这帮人 然后他们就会去买 后来万代想了一个办法是什么呢 就是给号 比如像是9点到早上9点到10点的时候 会发一拨号 然后给你们发这拨号之后 然后你们需要在就是下午1点的时候 过来花钱购买 就排队花钱购买 你只有下午1点到2点才有资格过来花钱购买 但是你要10点9点到10点的时候 过去拿号 然后差不多那个号 基本上一个小时就发完了 然后呢 就是你领了这个号之后呢 你只能就是最多最多 只能限量购买两个周边 就是一张号 一个人一天只能领一个号 然后这个号呢 一天只能买两个周边 还是花钱的那种 然后呢 就而且餐单周围只有前两天 那个周边是就是你可以买得到的 然后最后两天 餐单周围不是四天吗 然后最后两天的那个周边 就是你想买 你想排号去买那种爆款周边 都已经卖光了 就只能卖一些没有那么 就是没有那么有名的 那种非爆款的那种周边 所以就没意义 然后呢 我当时第二天的时候 橙子 我跟橙子 橙子过来找我 我把那个票给橙子 因为我要去那个 去那个 那个直播 不然就是去上台 我说橙子 你能帮我领一下吗 我把钱转给你 然后橙子 好 就买了俩周边 然后买完了之后 给了我一个 说你给我一个 一个的钱就行了 然后你知道这件事情 我一直记了橙子两年 不是两年 是一年半 气死我了 但是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橙嫂也在 然后橙嫂喜欢 橙子也喜欢 然后你说橙子 橙子看我直播 看了这么多年 我就不好意思 跟他打鼓 对 还有另外一个 让千辛拿起了 我就记得 因为我记得 我领了两张卷 但是就是 对 我记得 我领了两张卷 是的 然后还有一张 这就是防管吗 不是我拿的吗 我怎么记得给橙子了一个 橙子你没拿到吗 是给千辛了吗 那我记错了 那估计是千辛 那我为什么一直记得是橙子 期间吧 奇怪我真是一直都在怪橙子 我没拿到另一个给千辛了 卧槽 千辛这只狗 因为我一直以为是橙子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天 洗手 洗肩膜 黑光飞了两年 把他破案了 祝娃 永远小 特别感谢斐灵粹 斐灵粹 只管雪中送炭 只管雪中送炭 不管锦上添花 特别谢谢斐灵粹 不像某些人 只管锦上添花 不管雪中送炭 是吧 防管永远是最惨的 还好 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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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脸 洗脸 洗胸 洗胸 这既然斐灵粹在我这边开伯爵了 难道我不能洗一洗吗 洗腰 忘记洗割肘窝了 洗腰 洗腰 洗脸 给水 щоб洗杯 进水 水 Housing 能 洗苹果 洗 洗大腿 Berry my dog won't you come to me Baby without you I can't do this Long night down to baby No one no no Papa do the beauty Berry my dog won't you come to me Baby without you I can't do this 是这样的吗 嗯 厘是 偶 MARK page 3 aba 颥 肉 皮 口 吻 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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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thing you pray for everything you play for me 新時間 起小腿 不行我憋不住了我上厕所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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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鼻声憋不住了我要上厕所对不起抱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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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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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猫 我今天吃的挺好的 小杰仁葛那儿安排 什么 小杰仁葛那儿 我暗示小杰仁傻了 没有 先走延末那小礼物 敢见江海渡船的溜溜 人头该凑一凑了 一个人刷个一毛钱就行了 大哥们觉得刚才 那个什么洗澡还不错的 一个人刷个一毛钱 我们人头凑一凑 不用刷多 一个人刷个一毛钱就行了 刷多了 当然会非常的感谢的 但如果说觉得不错的话 然后小礼物丢一丢就行 一个人刷个一毛钱就OK 感谢渡船的三个溜溜 谢谢 一毛钱也会感谢的 接死亡的女服装 感谢时空真映者的女服装 接史蒂仁的大气 感谢西后的大气 谢谢手机的女服装 感谢四爷的大气 谢谢小剑人的大气 欢迎奔奔 奔奔好久不见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相当于给玩家一场火了 对 如果说周一开播 我觉得基本上就寄寄了 但是今天确实是相当于唱火 感谢星辰的浪漫花树 感谢JJ妈的一个赞 还有去多多style的附带 北京Jackie Y的赞 还有脑海里都是你的梦的感情 哥哥们你们可太定了 我现在直播间 我不是天天来吗 那我不是昨天播了 今天不是刚开播没多久吗 感谢快乐 也别说刚开播没多久 我看现在播了多久了 我现在播了两个小时了 感谢简单能快乐的一张板凯 谢谢 我们的 恭喜YJJ妈 升级到了粉丝台自六集 什么 请去掉直播间画漫 公告违规 暗示性消费字样 尽快调整 我直播间有什么暗示性的字样 等一下超管你能不能联系 这个提醒的超管 你能不能联系一下我的负责超管 或者是你去联系一下我的工会 有病吧超管 你扣了一分你有病吧 你能不能联系一下我的工会 为什么扣了一分 这一分扣的我妈蛮傻逼的 感谢卢本斐出的两个爱心寿司老板大气 卧槽这一分为什么扣我 提醒我暗示性自养 超管你能不能联系一下我的负责的那个超管 问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过来过来那个扣我分 公告哪里违规了 卧槽我都不敢挂字 默了我的天哪 卢本我违规吗 对啊我一脸蒙鼻 可能被扣了一分 我现在五分主播 再扣一分不能收礼物了超管 我问你今天为什么扣我分 我问你今天为什么扣我分 飞机图片不可能违规的 那个东西可以让挂的 我今天吓的全部都下架了 不超管是真的傻逼啊 微博和某音不让挂吗 一直都让挂的呀问题是 你能不能跟一下我负责超管讲一下 到底是哪个原因我被扣分了 以后我也注意一下 你能别什么话不说先扣我分吗 你要是先扣分的话 你跟我负责超管讲一下 为什么扣我这一分 把证明智隐的关系 为什么一直都要看 你们好不想吃 就在那里升之后 这都要喝的 你别什么爱 才是看的 你别把证明智隐的 你别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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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在游戏 你别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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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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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槽 声速肯定说 声速不回来 你要看他 因为什么理由 那个扣的分 运营我找运营了呀 声速不回来的 声速不回来的 所有的扣分的东西 全部都声速不回来 因为他们那边 都有截图跟录像的 就他们一定是 有理由才扣的 问题是这个理由 是什么呢 我现在不懂啊 说我 他提示的是 不能挂违规字样 然后他扣分的原因 是挑逗暗示性 声音或谈论性 行为的相关话题 说挑逗暗示性 感谢姑娘 在我责任车的情况下 没有没有 我就问一下理由 他如果说理由充分的话 我就问一下 我哪个方面做错了 超管 我已经在咨询我这边的运营了 我问一下你们到底哪个地方 哪个地方因为扣的分 我可能辱骂钞管是吧 你可能往我身上乱扣帽子是吧 你疯了吧 我问一下钞管不行吗 我问一下哪个地方扣分了不行吗 你疯了吧 感谢姑娘如在我主人城的行不见 我恶意引战 是你们莫名其妙扣我封 我问理由又不回我 我问运营运营运也不搭理我 我可着恶意引战 感谢他爹的一架飞机 两架飞机他爹大气 你可这往我身上按扣帽子吗 说我恶意引战辱骂钞管 这就是钞管应该做的事情吗 我在平台 我不是说我做资历多深了 我在平台播了三年半了 什么叫恶意引战 什么辱骂钞管 我差了 我想就算一个人 我差了 我差了 绝对你的 stata 我差了 你差了 我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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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大 我差了 我差了 你差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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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文直播见 怎么缓 怎么缓 怎么了开小窗口啊 没有我刚才不是微信你了吗 谭得严 卧槽我今天还要打比赛 我今天不能 我今天不能跟 我今天不能跟超管吗 这这这 我今天还要打比赛 问题是超管是真的恶心 我今天在 今天如果不扣分的话 我就能回到六 回到 回到 回到七分了 然后直接扣完我一分五分了 小金人当时惹我 然后我扣到 扣到六分 当时已经很恶心了 然后也是最后一天 本来回分的最后一天 小金人让我扣了一分 微信错人了吧 不可能 他给你微信我扣下一 小金人如果不扣 不让我扣那一分 我其实应该升到八九分的 然后如果说这一次 超管扣分的话也没事 主要是怪小金人 对因为我当时跟小金人 摁钢你知道吧 然后让超管扣了一分 就是怪小金人 那个时候应该从七分 涨到八分 然后我再播三天 就能涨到九分 我应该是九分主播 然后被超管扣一分 应该剩八分 现在只剩五分了 小金人怎么算这账 然后你改名了 不是吧 然后你改名了 我的天啊 这又变谁加的了 我的天啊 然后你改召我都总榜 总榜第九了 他改召谁谁谁 他的 本来就是你的问题 这一次不找你找谁 玩独自原来都不认识我了吗 你别提了 你这名字一换 根本根本就 你之前那个名字去哪了 怎么这一个月不见了 又改名了 还能改回来吗 改回来又五百块是吧 我有一些人 我甚至是好 故人能改召我 最后一样的 我非常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